You've got mail 科技email 欢迎参加 好 今天一晃眼 已经六月中 快到六月下旬了 有什么 可是天气好像已经到了八月一样 何止 现在感觉上 今天的黑铃 index又是113度 土鲁翻 土鲁翻 好 不管他是土鲁翻也好 现在是global大家都一样 现在都缺少不了 这个电脑 或者是说 在现在AI也是一个新的趋势 大家都在往这一方面钻着头 这个是某足了镜往这里走 所以我想今天的话 杜老师我们的主题 你要跟大家谈的是哪一方面呢 既然你提到AI 我就问你 如果有一个电话打来 陌生电话打来 那就需要几秒钟啊 他就把你声音给偷走了 嗯 你说你说各方面都往AI跑啊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犯罪集团也往AI跑啊 你才要几秒钟 是 要几秒 几秒钟啊 对 三秒 三秒 哎 答对了 答对了 三秒钟 好 朋友们我蒙对了 你们不用觉得太开 不用觉得太惊讶 我很诚实 蒙对了 Sam也不用笑 我蒙对了 你不要笑啊 真的 三秒钟啊 你自己想想 1001 1002 1003 就这就这三秒钟啊 嗯 你的声音他就可以把你给给给防止下来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段这个voice calling的这个这个video 嗯 我跟你说啊 我在我在电 我在电脑前面看啊 听了个半天啊 听不出来 哦 完全听不出来 你知道 然后那个本人的声音啊 本人就在旁边 你知道吧 是 然后他自己听 他也听了之后 哇塞 脸上的表情怪异啊 嗯 不能怪他 对不对 这个这个这个很可怕 嗯 这个很可怕 所以呢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如果电话号码 不在你的这个contact list上面的时候啊 他如果想了 千万不要接 嗯 嗯 千万不要接 这个有点道理的 OK 现在更有道理的 actually 你知道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你一件话说 who is this 你知道 然后你横两下 如果对方有声音的话 你又回应一下的话 嗯 声音就走了 声音就被就被偷走了 呀 这个这个真的很可怕 这个这个 有有一个报道说 他们做这个 在在这个 呃 Arizona 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妈妈 嗯 知道 15岁的女儿啊 说是被人家绑架了 要绑匪 要100万美金 哦 吓得半死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 后来这个这个 他当场就已经 就是 就已经疯掉了 你知道吧 嗯 结果呢 他还好 他打了一个电话 OK 嗯 给了他女儿 嗯 你知道吧 他就觉得有点怪怪 他跟他先生联络了一下 先生打电话给女儿 然后说女儿没事啊 你知道 嗯 他就知道碰到诈骗集团了 嗯 那 那这个 有有有 好几个国家啊 针对这个 这个东西啊 来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说实际的调查 嗯 他发现啊 差不多将近70%的人啊 嗯 没有信心 分辨真假 嗯 这个这个这个数 这个这个数据很很可观了 呀 这个很可观了 所以呢 这个大家千万千万小心 那天还看到一个 看到一个这个 这个消息在 大陆 我看看是在哪里啊 好像是在 内蒙之类的地方 你知道 嗯 那 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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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十分钟的被骗了六十几万美金 哦 就这样 这么快 这么快 然后他跟他聊天啊 跟他讲这个啊 那个人跟他说这个 这个需要掉头寸啊 什么之类的东西 你知道吗 然后 哎 他假装是这个人的好朋友 然后 声音啊 脸啊 动作 这个这个 完全一模一样 嗯 完全一模一样 这个 这个 要他转账啊 什么之类的 这个 这个 啊 差一点点 这个就被 被骗走了 你知道吗 呀 anyway 所以呢 这个东西啊 已经正在 正在进行事了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歹徒对AI这些 这些这些科技啊 也非常的熟悉了 嗯 所以千万千万小心 呃 诈骗集团打电话来啊 跟你讲这个 讲那个东西的话啊 呃 现在大概都有一点 落伍了 嘿 要 落伍了 嗯 OK 所以呢 在现在的话 AI在 这种运用上面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嘛 我们不是这样子 说吗 所以以后这些电话 接的话 或者是说 哦 这个 我的习惯是 如果我非得要接 这一通 我没有 呃 记录 没有在我的 register 在我的 呃 我的通讯录里边的 电话 如果我非要接 我通常不会讲话 我通常只是接了以后 我会听 如果 我等三秒 对方没有声音 我就直接挂了 我是不会讲话的 我已经说过 像这些打电话来的 这种 这种 spam的电话 嗯 他通常啊 他要不就是照片起码 嗯 要不就是 他们用电脑在播 是 做松平的动作 就假接别人的电话 打电话进来 嗯 然后呢 他叫 他就是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 verify 就是说 这个电话呢 有没有人接 对 这个其他 你讲不讲话 都不重要 你知道 那有人接 这个电话 是个 是个活的 OK 有人会接 这个电话 是 那 那 这个 这个 这份资料 他就可以拿出去卖了 哦 他就可以卖给真正的诈骗集团 对 喂 这个电话 我打电话过了 有人会接 OK 一个电话 一毛钱 你买不买 就这样 OK 真的 大便集团 就会 就会 这个 来 来 做 做他们的动作了 嗯 OK 那 最近还看到一个 这个 这个 跟邮局有关系的 这个 这个消息 嗯 这个 大家 这个怎么样 都还是会收到信件 OK 是 建议大家呢 就是说 这个 邮局啊 建议大家 这个 要固定的时间去 不是固定时间啊 就是说 要经常去 看看你的邮箱 OK 那么 那么 这个 有时候 比方说 这个最怕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有人 假借你的名字 把你家的 这个 投地地点 地址啊 给改了 哦 可能吗 哦 非常非常 非常可能 这个东西 这个是老技巧了 老技俩 嗯 你知道 那 如果你很不幸的变成这种情况 还有就是说 有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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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邻居附近的信箱 都被打开了 嗯 都要注意了 OK 就是有人在 有人在 在摸 信件了 OK 所以 这个的话 就是 因为 因为这个 信箱 像这个 这个 像我的信箱 家里的信箱的话 以前最简单的 就是一个 一个黑桶 在一个木头棍子上 对 对 一开就开了 对 然后后来 哦 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然后我们这个邻居 这个 HOA啊 就跟大家讲说 希望大家换 换油桶 干嘛呢 因为 油件被偷得太厉害了 然后就换了一种 那种 塑胶的 站在地上的 个子高高的那一种 从头到底的那种 就是说你一丢进去 它那个信就 掉到最地下 对 你要后面用 用这个钥匙打开来 才拿得出来 我们这附近 很多年前 大家全都换掉了 嗯 是 所以这个 偷邮件也是 而且呢 我记得在上个礼拜 也特别提醒大家 就是还偷支票 对 所以要提醒朋友们 那么支票的话 如果开支票 最好就是 直接付给对方 而不要透过 如果用 记得 要小心 有可能会被寄丢 或被偷掉 这个 这个我上次 有跟大家提过 就是说 写支票的话 要用某一种笔 你还记不记得 有 有 我们还放在 我们的网页上 放到网页上了 OK 那然后呢 我有跟大家提 如果要寄 尤其是支票 尤其是支票 务必到邮局 跑一趟 嗯 自己丢在邮局 邮筒里头 不要放在信箱里 让邮筷拿 嗯 OK 这个 这一点 非常非常 我这个 去邮局 寄信 寄这个支票 已经 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你知道 每次就是 就跑一趟 一个礼拜 跑一趟 就这样 如果有东西的话 就这样 那么最主要是 要大家 就是说 在信箱里 找你的信用卡的账单 水电费的账单 甚至于 这个政府寄来的 这个 这个退休 退休金的 这个信件 什么之类的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万一 发现有这个状况的时候 立刻到 你当局的 附近的邮局 去报案 嗯 邮局的这个 检查部门 就会来 来调查 这件事情了 嗯 对啊 他们就会查 你这个东西 你的地址被谁转走了 被转到什么 什么地方去了 呀 这个 这个是很可怕的 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 这个生活上的 很多小细节 因为 因为这种事情啊 这个必须得 要多做 多做一些事情 嗯哼 多做一些事情 好 这个是真正的邮件 你知道 那还有就是 电脑上的邮件 电脑上的邮件 我们不是 一直都在讲 一直都在提醒 我们的听众 就是 小心这种事 你要做扫毒嘛 扫毒是一件事情 Email 如果说看到这种 莫名其妙 pop的一个Email 出来了之后啊 我有跟大家提过 就是说 如果说 这个东西 一直在跳出来的话呢 你可以 第一个事情 不要用抵律 又点一下 把它点成 spam 点成这个 spam之后呢 然后 下次它 再送进来的机会 就会少很多 那如果说 你好多年前 有订阅一些 这个Email的话 如果你不再看的时候呢 务必把它给 解掉 就是说 unsubscribe unsubscribe 把它解掉 OK 这样的话 就不会继续 再pop出来 嗯 这些都蛮重要的 OK 那如果说 你的这个 这个账户 有点 有问题的时候呢 给大家一个网站 去参考一下 上面很多很多资料 叫做 idtheftcenter.com www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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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ft 就是 切到的意思 theft center c-e-n-t-r-e dot-com 不是ter 是tre dot-com centre c-e-n-t-r-e dot-com 对 dot-com 好 这上面有很多 很好的资料 这个information 教你如何保护 自己的这个 identity 这个个人资料 那么 那么 这个 我再提一遍 大家 请大家 把你的密码 这个写下来 ok 然后去看 你把新的密码 写上去 至少要12个字 至少 至少要12个字 大写 小写符号 这个 这个数字 ok 这个最好 最好 最好要12个 我看了一份报道 他们现在用AI的这个方法来破密码 那个数字 这个破密码的时间 比5年前 已经进步的神速 这样子讲 我现在 我最近把我的这个密码 重新再看了一点之后 有一些只有12个字的 我把它改成16个字了 这个有点伤脑筋 但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个事情你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这么做 还有就是这个这个双重身份验证的这个这个verification这个动作 credit card也好了 银行账户也好的话 请大家把它给activate起来 把它给激活起来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 我也跟大家讲过的 就是说 把你的这个这个重要资料 copy下来 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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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下来 然后印出来 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现在旺性比记性好太多的时候 这是非常需要的 非常非常需要 非常需要的 现在的旺性比记性好啊 常常在这边 上一分钟才刚刚写下来的 才刚刚把它打进去的 我要create一个 又长又好又难解的password 好自己把它给create出来 打进去了以后 好全部都已经好了 进去了以后 然后出来好 这个一个side跟这个web跟你讲说 请你重新登入 然后这会忘了 就已经忘了刚才的这个 又好又难破解的 这password是什么了 自己都搞不清楚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记得 刚才卓老师讲的 把它给印下来 把它给写下来 这个样子才避免在未来发生 将来将来 这个 等到百年的时候 就很有用途了 很有用途了 对 刚刚刚讲这个website 我不太确定 我刚刚我写的是 打.com 你想是对 .com central.com 你看看 有没有 打org 打org 我忘记是哪一个了 你查一下 你用电脑查一下 是打org 还是打com 我不太记得了 我看看啊,我现在是用.com来看 你用.org试试看,打看我知道 是打.org还是打看,我不记得了 是TRE还是TER 你用TER也可以了 我现在用的是TRE 但是 没出来,都没有 OK,它有一个identity safety protection 不是,这个不对 没有,没有看到,这两个都没有 这个保留一下,我来找 再确认一下,然后再跟大家讲 然后呢,讲到这个 这个信箱啊,我会讲到一件事情啊 你的信用卡,你有没有自动支付 没有 没有,一个都没有 我从来不相信自动这两个字 我是属于很落后 很保守,很固执 这个是非常 你很安全 其实蛮安全 我非常不科,不科学 不先进 OK,所以我 我,我,我 我抵触所有的自动 自动 我连开车,如果我可以买得到手牌档 我都愿意开手牌档 而不是开自动拍的 所以没有自动支付 没有 我昨天,昨天还,还跟冯雪在聊 这个自动驾驶 你知道啊 这个Tesla的自动驾驶啊 那天看到一篇,一篇文章讲这个,这个爆料了 说这个Tesla自动驾驶的,这个,这个,这个出事的,这个,造势啊 人员死亡的数字啊,远,远,远,高于公司爆出来的数字 嗯 嗯 嗯,这个不开玩笑 嗯,对不起,我打个岔,周老师 我看到了这一个网址是idcicenter.org .org, .org,那就是 而且它是Center哦,它是T-E-R,不是Center,不是T-R-O OK,OK,OK,IDC-Center 它这个网址的名字是不是,里面有没有写,IT-R-C,有没有 对,它的title就是IT-R-C IT-R-C,OK,OK Identity-Sept Resource Center Resource Center,OK,Dotwork,OK 好,那就是Dotwork才知道了 T-E-R,Dotwork 对 OK,Good,Good,Good 好,朋友们稍后我会把这个信息会放到我们的网页上 朋友们可以直接查询啊 年纪大了,这个脑子不是很灵光啊 这个不是我说 有借口 不是我说 不是你说,我说我说,OK 想到这个自动支付啊 这个,这个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有自动支付的话 这个我那天看了一天这个,专门讲这个,这个Credit Credit的这个公司啊 信用卡 嗯 第一个,绝对不能自动支付 嗯 水电瓦斯 不能自动开,不能支付 OK 这个,健身房的这个费用 还有这个,订阅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 不能自动支付 OK 诶,对不起,卓老师我要打个叉 我们有听众在电话上 我想他,我能先接听一下好吗 好,是 诶,对不起他又挂掉了 好吧,那就请卓老师继续 如果有问题 朋友们7139840424 好,卓老师 嗯 这个,这个,这种钱啊 有时候会,会有变动 嗯 所以这个东西啊 就说,呃,宁可把Email给他们的 然后让他们送通知来 嗯 然后呢,你去检查一遍 对 所以,朋友们要记得 郭敏健是属于LKK级的 非常不先进 非常跟这个科技是颇脱节的 就算跟卓老师 节目做了这么几十年了 还是一样 属于保守不进步派 顽固派 顽固,顽固,顽固派 顽固派 顽固派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是比较 我是觉得这是比较安全的方式 其实我做这个 我自己做这一行啊 越做越怕 你到天天看这方面的资料啊 就是说 就知道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坏人啊 干数越来越高 相对的呢 没看到什么好人 有什么高招啊 来克制 你知道,所以这个,这个摩高 摩高不止一尺啊 对吧 道高一尺 摩高一丈啊 这可能不止一丈 常常有很多这种 这个想不到的这些东西 OK 还有啊 我再给你提一个 你开什么车 我开 老车 新车 我开我,我这部车 应该是二零零,二零一年的 二零一年的 有十几年 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有没有这样 这个,现在有很多这个车子啊 一个车子里面啊,我那天看了说 我居然有,会用到一千四百个晶片 哦,对不起 我是属于顽固老 哈哈 没有那种 我的车子没有 我的车子是,呃,现在已经没有了 不出了 三样 如果朋友们还记得 哦,三样啊 你看三样啊,OK 三样不错的车子 呀,三样 我的车是三样 而且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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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用好多个非常告诉大家 我好喜欢这部车 小小的 三样什么 XB XC XD XB啊 No D as a dog XD 哦,是那个小的 OK 小的 非常喜欢 所以你这个车子啊 如果有什么GPS导航啊 可以上网啦 通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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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这个蓝牙啦 有没有什么Apple的这个CarPlay啊 或者是Android Auto啊 什么这些这个程式 在这个车子里头的时候啊 你的车子会偷你的个子 会记录你的个子 那问题是说 现在新出来的所有的车子 都几乎配备 这个叫基本配备 几乎都有这个样子 车子跟这个笔电 和手机都一样 它是一个这个怎么讲 Super Collector 这个这个这个超级的这个这个 个子收集器 这个这个 你去了哪里 然后 经过麦克风 或者是这个镜头看到什么东西 麦克风讲什么话 通通收起来了 通通收起来了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给大家一个网站 叫做VehiclePrivacyReport.com OK OK VehiclePrivacyReport.com 这样子的话 你把你的VIN number啊 这个汽车登记号码打进去之后啊 就会看就会看得到 你这个这个哪一些个子啊 已经被记录了 或者是分享了给这个车厂 或者给了第三方啊 嗯哼 这个这个这个是挺麻烦的一个事情 OK 好 我们今天 出去租车 租车的租的车子也会 也会记录 所以说像我这样子 不撕进去 可不可以这样子讲 好像很安全的样子 我有一部比你还老的车子 我一直留在那里 我很喜欢 我从来没有打算换 没有关系 我们家还有一部是2001年的车 这种车子开得好好的嘛 对啊 开得很不错呀 开得还吓吓叫 好 所以今天呢 跟佐大为佐老师的这一个待遇 我不晓得要不要放到网页上 要不要放到 好像把这个所有的 这个缺点全部自动曝光 我要考虑一下 要考虑一下 好不好 好 不过也再一次 谢谢佐大为佐老师的参与 时间已经九点钟了 和佐老师相约 我们在下个月继续空中讨论 谢谢佐老师 OK 谢谢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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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